烹饪是一门用时间沉淀出来的艺术 它可以说是熬出来的 前期要用时间的一个积淀 后面才会收获到艺里的倾向 我现在每天还是第一个到酒店 在酒店的时间比在家里的时间更多 厨师就是打仗 工作服就是战袍 我们在这配合末期的名字 只是一个手势就能打仗了 醉串源它有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 主要有一道菜 佛跳墙文明侠儿 佛跳墙用量比较广泛 二十多种的食材 它互相没有克制 而且互相的衬托 这个也体贱了我们福建人的精神 海纳百窗有龙来打 每一种的食材 制作工艺、制作流程 都非常繁琐 第三年的活跳墙呢 是正生发串实的 它以自己专业厨师的精力跟技术 用绍兴酒 研制了一堂活跳墙 它就是叫图寿泉 宴请客人的时候 有很多文人默克秀才 图寿人上来的时候呢 它揭盖 就有了檀器分箱 调试你活文气场跳墙海 后面就用这句话秘密下来 连退到今天 我现在做的活跳墙 它的汤类似茶的颜色 看似很轻 但是它的胶原蛋白是很丰富的 汤汁呢用双手去摩擦 只要时下 你的手会变得非常的光滑 没有那种腥味 而且淡淡的都是全香 所以说这道活跳墙 是敏菜状元 双手 接待过许多国家的政要 2005年 97届广交会的开幕式网页 那次活跳墙就是全程由我来制作 各个地方各个国家的 它民俗不一样 特别是前两个月 那个是最迷茫的 每隔三天熬一只汤 请美食家老师傅进行一个品鉴 给我骂的我都抬不起头来 如果有个份就装下去了 我都想不做了 我说谁愿意做谁去做吧 回家睡觉 早上又接着来再煲汤 我对这个活跳墙 又重新进行一个审定 第一次运营到汤物分离法 那时候煲的汤甚好是555份 很多嘉宾啊外交官啊 对我们评价非常高 自从那次之后呢 我就是开始做了标准化 坚定了我自己 往厨师这个行业继续走下去 继承员并不是以直系清述这种传承方式 是以企业传承 主要是以技术上 管理上的一种口口相传 所以说他传下来传的第八代 都经久不衰 每一代师傅对下一代的选任 很严格的很苛刻的 91年的时候我就到剧成员实习 我一条鱼拿出来用刀画个七下 整个鱼肉跟鱼骨就分离出来了 首先要让你静下心来去做一个实习 而且要从最苦的地方开始做 我们集团有三百位厨师 但是你常常能知道一到两个人 所以说我们很多优秀的厨师 把它送上管理成队 让他们出去锻炼 为米菜的发展添妆交往 其他酒店也有来邀请我 后来我就觉得经过这么多年 也有一点感情 集团员也培养了我 现在很多人讲感情不值钱 但是我们觉得还是感情至上 师傅曾经讲过一句话 做厨师 现在我理解起来就是说 做人就是做事的一种态度 协会做人在协会做事就简单的 协会做人在协会做事就简单的 啊 哦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